美元创下两年半的新低 今天带来独家的猎人观点 美元已经进入了关键的转折区 看完今天的节目 你就知道在哪里了 大家好 我是金牌猎人朱建廷 欢迎收看今天的Hunter看总经 本节目为个人心得分享 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判断 所有投资的人应该要致富投资风险 麦迪在财经新闻 每周都会为各位选出 点击前十名的财经新闻排行榜 这是上一周一到五名 今天猎人要带来独家的 针对于美元带来独家的观点 我们看到六到十名 好的 在叶伦被任命为 下任的财政部长之后 也是美国首位的女性的财政部长 她最近发表了 对于美国经济的演说的时候 表示这是美国人的悲剧 有必要尽快采取行动 完全没有作为的话 将导致不断增强的下降回均 进而引发更多的灾难 其实各位你可以看到标题 拜登说援军快到了 哇这句话实在真的是非常的悲哀 在这种 两个政府交接的过程里面 居然还是存在了两党的一个恶斗 援军快到了 各位都已经进入了12月份 快要进入美国的圣诞假期了 居然美国人还是迟迟等不到 纾困方案的这个通过 所以叶伦才有感而发 不能再拖了啦 OK 好 但最新的消息呢 美国的两党民主党跟购合党呢 已经联合提出了一份9000亿美元的一个纾困方案 希望能够打破僵局 那根据在一日参议院作证的财政部长 现任的财政部长美努钦 他还有联准会的鲍威尔 似乎对于纾困案也表示欢迎 那他们同意呢 小型企业确实需要更多的纾困援助 其实他们是最惨的一个族群之一啦 还有鲍威尔呢 其实曾在10月6号就已经有提出来了 这一场的疫病呢好比呢冲击健康经济的一场天然灾害 那警告若复苏的步伐持续的减缓 将会有更多经济衰退的问题呢 会浮出台面 形成弱上加弱的一个恶性循环 这呼应了叶伦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那鲍威尔呢当时就认为 过少的振兴援助将会导致经济复苏疲乱 让家庭还有企业面临不必要的困境 在货币跟财政刺激政策 必须双管齐下 经济的复苏力道才能够变强 那脚步也有可能才会加速 相反的过度的振兴风险 目前看起来仍然是属于比较低的 就算最终证明 所有的振兴政策超过经济所需 努力也不会白费 这是在10月6号呢 鲍威尔就已经提出这样的观点 代表货币政策的部分呢 他已经呢油门吹到底了 剩下的就是财政政策 必须要去支持哦 好我们带来独家的猎人观点 首先呢 拜登提名叶伦呢 担任首位的女财长呢 老实讲获得呢市场的好评哦 那叶伦过去在担任联准会主席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前一任的联准会主席啦 那以沉稳内链的风格著称 那带领美国结束量化宽松的政策 就是QE1 QE2 QE3之后呢 进入升息循环 扮演了一个重要关键的推手 也让美元呢强势大涨 OK第二点呢 叶伦呢在这一次呢 零为寿命呢 担任财长 市场期待呢 因为两党恶斗而凯关的纾困案 能够竞速的通过 带领美国呢走出疫情的危机哦 来我们看第三点 那鲍威尔呢 在货币政策已经说哈了 刚刚讲的 油门已经踩到底了 他老实讲已经拿不出更多让市场震惊的策略或工具了 所以早早就像现任的财政部长梅鲁琪不断的喊话 要积极的推出财政政策刺激方案来救经济 但是哦 这么久以来 只闻柔梯想不见人下来 所以鲍威尔其实真的非常的着急了 第四点 叶伦呢 能够感受到鲍威尔的着急跟无力感 因为叶伦跟鲍威尔就是前后任的联准会主席 所以市场其实蛮期待 连猎人会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燃起了一丝希望 因为两人要是联手来共同面对危机 将有一个加成的效果 OK好 那第五点呢 美元持续的反应呢 无限的宽松货币政策 还有财政刺激纾困方案 有可能在近期通过 而持续的下跌 创下了2018年5月以来的一个低点 而且呢已经逼近了当时的起涨点 OK我们来看下一张 上一周呢 Mindy DJ的节目呢 是暂停的 但是呢在我个人 金牌猎人的频道里面呢 我们还是一样带来呢 Hunter看总经 我在上一周呢其实在直播的时候就有提到 我来回顾我们上一周 我所提到的 我说美元呢跌破八个月的低点将会创下新低 原因呢反映拜登即将上台 会推动新的财政纾困方案 而打压美元 而且呢美元已经跌破了三个月以来的一个底部 未来两周我当时在讲 12月15号以前是一个关键 如果无法站回92.5将会下看90哦 OK这是我上一周讲的结果呢 当然它连反弹都没反弹都直接破底 然后继续往下走 最新的报价已经跌破了90.5了哦 OK好那我们来看看呢 本周我带来的一个持续追踪的观点 OK就是第六点 美元如规划的已经来到90.2附近了 OK假如呢在90.2到90之间呢 将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技术性反弹的一个机会 OK还有第七个 在这个地方呢 假如美元的空单呢 其实不适合再去追空的 也就是应该会要适度的站在减码方哦 假如你是做欧元的 我想呢就是反过来来做一个思考 好不好OK 所以呢这一周的一个操作上面呢 应该要跟上一周整个的一个节奏 还有你的策略 应该要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动哦 OK假如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到时候会再跟大家呢 在线上来做互动好不好 好那来带来本周的一个前瞻哦 那本周呢 其实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就是在礼拜二的时候呢 在美国的白宫要召开新冠肺炎的一个疫苗 高峰会 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哦 在辉瑞 莫德纳还有英国的牛津 这三家的疫苗厂呢已经持续的推出了他们解盲报告 也正在申请呢 这个哦 所谓的 紧急授权使用哦 OK 那英国也是全球呢最快要去 在近期内就要去开启所谓的施打疫苗了哦 所以呢这个疫苗的高峰会呢 是不是带来更多新的讯息或者是有更多疫苗的研发成果 能够呢再次的激励市场 对于道琼现在已经呢在三万零两百点附近的一个相对的高档部分呢 是不是还有在激励的一个作用 这是非常值得关心的哦 还有呢 在本周四呢12月10号呢 当然欧洲央行的利率决策会议还有呢 这个拉加德欧洲央行的行长也要发布记者会 那听听看他对于 呃现在欧元区整体的关于疫情也好 关于他的货币政策也好 他有什么样新的一个看法 我想对于欧元相关的一个品种 那一定会有一些呢 激起火花的效果 还有在周四晚上呢在九点半呢 所以呢在 周四晚上九点半有同时有拉加德记者会 又要公布CPI 所以那时候大家要特别特别的留意这个时间的热点好不好 美国的CPI也是要公布 好那我想呢在本周操作上面呢 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这两个时间点哦 好那我想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假如你对于想要学习正确解读 财政新闻跟机器数据的能力 并且转换为有效投资策略 请在YouTube搜寻 金牌猎人 与MoneyDJ两个频道按下订阅打开小铃铛 本节目在每周一都会更新 你就不会错过任何赚钱的资讯哦 也请给我们这个影片哦 按一个赞给我们鼓励哦 最后祝大家本周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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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